说一个真实的人吗 嗯 然后就纯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啊 我觉得于和韦长得好帅啊 我感觉就你光看他那 你光看他的脸 他就是那种会单手到车的人 而且就觉得他他能那个弄那个领带 是不是哎呦 于和韦那个 长是不是还是喜欢东北男人 我喜欢就是成熟的那种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就是会喜欢比较成熟 我从小就喜欢 我也是哎我也是我就是喜欢大叔 从小小 从知道开始喜欢人开始 那你还是对浪漫的爱情有幻想吗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相遇在一个怎样的一个地方 那不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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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或者是幻想自己被求婚啊 不不不不 从来不会啊 这件事不会 我对求婚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 你你喜欢那种隆重的婚礼吗 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 啊 那你觉得有一个人 比如说在那个大楼上把你的名打出来 太尴尬了 是不是 是不是 太射色 那种在飞机上那个就是租个小飞机 把拉一个大条 太恐怖了 那太恐怖了 我一直觉得这种行为叫骚扰 除非他你俩已经确定关系了吗 不确定关系不行呀 这关系就马上分手 但是太over了 但是太over了 没必要 西红柿首富 下主 下主 对真没必要 没必要 不行不行不行 我还是比较喜欢 就朴实一点的 对 朴实 大家有共同的生活期的 朴实一点的 但是所有的节日 他都觉得没必要过 只过纪念日和生日 那不行 那那稍微的 那没有任何仪式感不行 是这样的 就算生活中 他小情趣还是得有 但不用整 不要太过了 惊天动地 毛老师最近对插花非常感兴趣 我就觉得吧 应该有点树 有点生肌那种 而且去养他 你给他养死了吗 养死你就在买 好 你觉不觉得有个男的 特别迷惑的动作 就走一走 自己看 然后也没有球 就原地 有他 你又没有 他想象中有球 球还进了 有一个海上漂浮大赛 你们知道吗 那就一动不动的时间 看谁唱 对 你也可以睡觉 你也可以看书 都可以 那你好适合住院 我要做节目 我要把情绪这一块戒掉 我不能再哭了 然后我录春日的事 我每次都这样 大张伟在我旁边 你干啥呢 我说